土耳其在星期天舉辦國際飛行運動節 有運動員在張傘的時候 剛好落在了另外一個滑翔傘的飛行路徑上 雙方閃避不及撞在一起 所信運動員送一隻貨並沒有大礙 好幾個滑翔傘在天空滑行 附近也陸續有飛行傘加入滑行行列 但畫面正中央的運動員張開傘面時 意外發生了 由於前方滑翔傘出現的太突然 左邊的運動員閃避不及 硬生生撞上去 地下圍觀觀眾忍不住大叫 兩個飛行傘隨後纏繞在一起 並在空中盤旋後高速墜海 這起空中車禍發生在土耳其 南部度假勝地歐魯彈尼斯 當地週日舉辦國際飛行運動節 許多運動員來大展身手 沒想到發生滑翔傘傷撞 導致三名運動員不幸受傷的事故 意外不只一起當天也有 另一個烏克蘭運動員操作的滑翔傘 失控墜海選手在海面再浮再沉 海岸警衛隊緊急前往搶救 所幸這兩起事故出事的運動員 送醫後都無大礙 歐魯彈尼斯國際飛行運動節已舉辦多年 今年是第21艦 有來自60國約2000名運動員參與 公視新聞 徐環林編譯 紀錄 海岸警衛隊 報告 回答